如文医生特邀专家张鑫 显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感染科 助治医师 艾滋病的症状呢 因为它不同的分期呢 表现呢也是非常的不同的 那么艾滋病我们知道在临床上 我们分了三期 第一个就是急性感染期 那么在这一期呢 机体刚感染HIV 那么它可能表现的都不是特别的特异 在临床上我们看到这一类病人的表现 就类似于像伤肺道感染 那么最常见的表现就是发热 同时伴有一些全身系统的一些症状 例如是要咳嗽 这个全身肌肉的一个酸痛 无力 有消化到重状 恶心呕吐 食欲不振等等 同时呢 在这一期有一些病人 可能会出现一过性的一些皮疹 那么很快的 大概也就是两到四周的时间 这些症状就自动消失了 所以好多病人并不知道 他有可能会感染HIV 那么在这一期如果病人去就医 检测HIV的抗体 可能他也是阴性的 那么在这一时期 只能检测出HIV的RNA 所以我们也经常称从感染后到检测出HIV抗体 这一段时期称为艾滋病的窗口期 就在这一期可能测不到HIV的抗体阳性 那么紧接着病人就进入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 我们叫无症状期 那么这个时间的长短是跟你感染病毒的数量 感染病毒的行别 包括病人的个人免疫功能状态 以及他的营养功能状态 周围的卫生环境 还有个人的这个生活习惯 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他的这个时间平均下来 大概在六到八年 那么在这个很漫长的一段无症状期里面 可能病人仅仅表现出一些 局部的前表的淋巴结的一个肿大 没有任何的症状 随即可能就会进入到艾滋病期 艾滋病期就是体内的艾滋病病毒 会大量的复制 那么造成病人的这个机体 免疫功能严重的损伤 那么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就是我们经常学院里面会检测的 我们叫CD4阳性T淋巴细胞 那么它的数量急剧的下降 造成了机体的免疫功能缺陷 那么病人在临床上就会出现各种的机会性感染 和肿瘤 我们可以想象没有这种 CD4阳性T淋巴细胞的一个免疫防护 各种病原微生物自然长驱之入 所以病人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原微生物的感染 你像病毒啊 细菌啊 针菌啊 甚至一些这个弓形虫啊 就寄生虫这一类的都会感染这个机体 那么包括出现各种这个恶性的这个肿瘤 像我们说的恶性淋巴瘤或者是卡普奇肉瘤 都是在这一时期会有一些特别特征性的表现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